大開眼界 真廣義文 諾言忘返 當然了 如果是我一定是超開心 很捨不得 以及不想回港 今天請來這三位同學 就參加了由惠賢亞集舉辦的 TES 2016荷蘭創遊樂 歡迎三位同學 好 問問Micky 你先介紹一下這個荷蘭旅行 其實你通常去了幾天 以及這個旅行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這個旅行 整個旅行就去了12天 我們這一組的主題 是以藝術為主的 我們就透過畫帖卡 去幫人傳達他們的訊息 給他們想給的人 你們是否第一次去荷蘭 我們三個都第一次去荷蘭 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 我們荷蘭和香港都非常不同 除了很多藝術建築 或者藝術品可以給我們看之外 也覺得當地人都比較友善 會熱情一點 比較友善 剛才Micky就說 你們透過畫帖卡 就表達了一些訊息 你們就好像帶了一些作品上來 不如逐個介紹一下你們的帖卡 那樓梯那張呢 就是我們第一天到步的時候 那間Horstel 我們一打開門就看到 一條很長很長很高的樓梯 我們當時拿著很多行李 心想死了 怎樣拿些行李上去呢 我們真的嚇到流沙眼淚 所以我們就很深刻 所以我就畫了在帖卡上 很痛苦啊 你這個經歷要哭 那另外一個呢 Fanessa那個呢 這張就是我們去完 Anne Frank House之後所畫的 因為Anne Frank是一個 有很多特別經歷的女生 她在那間屋裡住了兩年多 她在黑黑的環境當中 她仍然有很堅強的意志力去生存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份堅持和愛 就在帖卡上傳達給別人 那Micky呢 而最後一張 我畫的那張卡是 以我們平時搭車用的 OV Trip卡為主題 因為我們整個Trip都會用到這張卡 而當中也有一些很特別的經歷 例如我們經常被人檢查那些卡 而令我們經常提心吊膽 即擔心會不見了那張卡 還有擔心會不見了那張卡 結果被人檢查那張卡 然後就… 是的 那你們三個是否第一次和朋友去旅行 是 即是第一次和同學 以往都是和家人去的 應該是 那你們這次的行程是自己計劃的 整個行程是三個一起計劃的 行程中參觀的景點和博物館 都是大家三個討論的結果 而當中的細節 例如 有大家意見不同的時候 大家都會拿出來談 不會收收買賣 那最後大家都知道 即是過程中要遷就 變成最後都很多事 很多意見不合都會 透過一些共融的方案 就可以大家都接受到 那最意見不合那一次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一定是去到荷蘭 要找東西吃的時候 因為我們預算也有限 但是每個人口味都不同 那變成可能有一餐 有些人我們想吃甜點的 有些人可能想吃清淡點 但是大家都會互相遷就 為什麼不各自去吃自己想吃的東西 然後回酒店 那因為我們是一團人 我們要發揮到那個團隊 不可以說他喜歡怎樣 那我就隨他去 要聊 我想考一考你 團隊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換相遷就大家各自各選一餐 那整個旅程 你覺得最難忘的部分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難忘的 都是荷蘭人的那個步伐 因為相比起香港 香港人經常都要忙上班 上學 但是荷蘭不同的就是 他們逛街的時候會慢慢走 很休閒會和朋友聊天 他們見到朋友的時候會抱 還有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逛逛街的時候 會有人跟我們說Hello 但是我們是… 他們是陌生人 對 是不懂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熱情 很有線 那你覺得最大的分別 會不會是荷蘭人 其實不會像香港人一樣 經常都拿著他的電話 撞著他的頭 也是的 他們會經常都 踩單車 或者可能站在街上 會和朋友聊很久 就是多些互動 嗯 好,謝謝三位同學們的分享 好,謝謝大家